打理好自己 除了對別人的禮貌以外 就是你也比較容易感到美 蛤? 哈囉大家好,我是Ken 這次我們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他這個人是賣麵 他叫維克,他在彰化賣麵 所以他從昨天就來到這邊 今天特地來當我們模特 很多人問我說 Ken小姐已經做了不少長髮系列 為什麼這次還要做長髮系列呢? 因為最近長髮開始流行起來 也很多人來找我剪長頭髮 可是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大家對這個長髮的造型 其實還比較狹隘 那種整體感覺又好像變成油頭一樣 變成是一個公本 每個人的髮型就是一個健身高層師 的確,這樣的髮型是非常好成立 也非常的帥氣 也會很像木村拓哉 但是 長髮真的只有這些髮型嗎? 之前的這種木村式的長髮 他是比較平成初期的髮型 但是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或是穿著一些比較個性的 或是比較軍風的 或是你稍微有點攻風的 那不太可能都是配合這樣的髮型 所以這一次我要演繹的髮型 就是長田大溪的髮型 在日本是非常流行的 那這個髮型也非常的瀟灑 那接下來我就演繹給大家 而這個長髮在台灣也非常的適用 尤其如果你今天有留鬍子 或希望自己有個性一點 有流行性一點的話 那這個髮型我相信大家絕對受用 接下來我就要先準備幫維克洗頭 這是我們賣面的老闆洗頭 那這種長田大溪的髮型 那他該怎麼剪呢? 第一步 我們先定長度 那我們如何定這個長度呢? 因為這個髮型我們待會要演繹燙髮 所以我們要去抓整體總長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讓頭髮 可以呈現一個接近S型的狀態 就是所謂我們燙髮會繞到兩圈半 那我們先從後面先把頭髮的長度 先剪出來 不做任何成績 我要讓他回彰化的時候 賣面賣到大家就說 真的嗎?賣面怎麼那麼帥 好啦!我們長度剪完啦 那接下來就是層次 它的重點叫做等長 那這種等長層次啊 很多人都不敢剪 應該說心裡面會很忐忑 我就說那麼短!可以嗎? 基本上你的層次你不管怎麼動 你只要你的總長度 就是總外輪廓 你不要動到它的長度 它基本上還是長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把層次做不高 全部都做到等長 你沒有去燙它 它整個頭就會變得好地變 那我們進特性 Go! 我現在把層次全部做完了 大家應該不難發現 其實我總長度沒有變 但是它整個都往裡面縮 那接下來就把捲度全部塑出來 那把它塑出來之後 它整個頭就會往外展 對 好!那我們就待會準備上藥水 那我們就待會見 Go! 那我們現在上藥水啦 那待會上完藥水之後 我們等待15分鐘 那等待15分鐘 我們來測試看看頭髮會軟化 如果軟化的話 那我們就沖水準備上捲 那我們就待會見囉 上捲啦 其實就標準冷汗排列就可以了 你不是說這次不太一樣嗎? 不太一樣是採檢 哦!是採檢的部分不一樣 但是上捲排列也是一樣 但是上捲排列也是一樣 對!採檢才是主要的關節 二技 對 這裡這樣拍起來 看起來穿上什麼實驗室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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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乾的可以打底的 就是在絲髮可以打底的 因為東方蘭這邊通常都比較扁 那今天我們麵店老闆的頭頂 我並沒有把它做得非常捲 那所以說我頭頂的地方 像這邊我是做一個比較大的捲 那其他比較小捲的地方 我都做在這個二分區以下 就是把溝竹頭以下的地方 我會做得稍微捲一點點 所以頭頂的地方我們還是要蓬度 那為什麼東方蘭頭頂要有蓬度呢 因為我們東方蘭的臉就是沒有那麼立體 所以頭頂如果扁掉的話 五官就會往兩側延伸 但是麵店老闆的臉其實是蠻立體的 所以呢 你家家麵店老闆 臉是蠻立體的 這個長天大洗的髮型 所以頭頂還是要一些凌亂感 跟一些通度 所以我會先使用藍髮泥 在這個頭頂部的髮根 做一個簡單的打底 為什麼只有頭頂部 因為很多人會問我說 幹那我旁邊可以用啊 可以啊 你整個都要全部往後吹 你就會變成挖腫陽鏡 我吹的時候就非常的簡單 髮根先打乾 因為熱燙的關係 所以我們邊吹邊落 但是髮根要先吹乾 那它這樣的髮型 你可以做一點點 接近中分的髮型 那很多人會問說 如果臉太大的話 怎麼辦 就可以稍微做一點點六四 一點點 或者是不要把頭頂的線分出來 很多男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頭髮長就把它線分得特別清楚 男生的頭髮就是要稍微戴一點點 自然又一點野性 所以上面的線不要 不要太假 不要跟它開高過路的那樣 其實有點涼 我們把針先打乾 超級帥的 看一下右邊 有不帥 好像長得這樣 還沒意會過來 而且還有鬍子乾真的超帥的 對啊 跟鬍子很搭 對啊 然後他女朋友都十好幾個 在那邊之類的 欸欸欸欸 打理好自己 除了對別人的禮貌以外 就是你也比較容易看到那邊 蛤 我是男生的 不是嗎 講到這個就對了 前幾天我店裡面 有一個正式叫寶德 然後他在跟我客人在討論 那西方人看我們 看漂亮的那種觀感 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在討論很久 我說的確是不一樣 後來我就跟我客人講說 但是大家都喜歡看大陸 我為什麼還不看IG下面 不管是東方人 奶大 下面留言超多外國人 Facy Body Beauty Beauty 超帥 超帥 有點像明星 明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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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們 我告訴你們 跟著長超高 如果設計師跟你講說 什麼明星款 聽聽就好 自己就是明星 他媽學誰 學別人幹嘛 對不對 應該是說 可以把別人的東西 放在自己身上 然後調整成自己 那設計師的角度 是怎麼讓你做 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而不是把它扣比上去 了不了解 對 頭髮 嗯 一直都感覺很扁擦對不對 對啊 上面 現在讓你上面跟下面一樣 填 我會不會好像比較好看 你怎麼知道下面一樣填 等一下後面是 呵呵呵 幹我不想看 呵呵呵 你不要多給我看 沒事 你是不是要吃我下面的 呵呵 我 呵呵 你下面 會辣嗎 看 沒有 呵呵 乾 可以客製化 呵呵 客製化 對 你看你要不要驕傲 兄弟 我們再看一下 喔喔 喔 這個超華麗的 那我先轉一些角度給大家看 這個單唇只是吹乾 在髮根 其實是做一個打底的動作 那最主要的是 我剛剛前面講說 其實裁剪會很燙髮 很重要 大家可以去看 只要你裁剪好的話 你每一層的捲 在堆疊的時候 就不會淋亂了 這才是整個髮型的一個關鍵 長頂納西的髮鞋 是帶一點濕潤感的 這叫做 台式抓頭髮的方式 屬於台灣人的抓髮 髮根打乾了以後 整個頭髮吹乾 髮根穿完髮蠟 最後我會使用水性的髮油 這個水性的髮油 大家也要選 因為有很多的髮油 雖然說是水性 它抹完乾掉會硬掉 選擇的油 是要輕的 所謂輕的意思 是讓它頭髮感覺是很輕盈 但是是有光澤的感 大家那種出來的效果 就會很像英國人那種感覺 其實抓頭髮跟畫畫差不多 我們先把底全部打完 那接下來我們只是在做質感 因為我們髮根已經打破了 所以這個頭髮本身已經聚在通脫了 那接下來我們使用髮油 我們只是在抓它的髮尾線條 那這樣的髮型 它可以緣蔽出很多種風格 譬如說如果我們參加比較正式的場合 我們也可以全部都往後 那種感覺油會 油會這樣超帥的 對 看好像漫畫 呵呵呵 那我一樣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角度 看一下那邊 哇 這就像超帥的嗎 側面 咦 再換另一面 很多男生一直很想問我的問題 就是怎麼去對應長髮 因為長髮是一個強烈的髮型 所以你今天穿什麼 它演繹出來的感覺就沒有什麼不同 這種outdoor有點戶外一點 然後帶一點點共同 所以它整個感覺會比較美一點 那長髮來講 它有趣好玩 就是你今天穿不同的感覺 它就會有不同的風格出現 像大家明白了嗎 那當然最後我們今天很謝謝 麵店老闆今天從髒號那一招 謝謝 謝謝髒號 對 不會 髒號的麵店叫什麼 髒號的麵店叫什麼 紅眉時光 紅眉時光 紅色紅 然後 什麼 感情覺得好思情畫意喔 呵呵呵 你確定是賣麵的嗎 呵呵呵 還是有小姐 我們又來看 嘿嘿嘿 好啦 那這次就很謝謝 維克 對不對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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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尷尬喔 沒關係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那記得訂閱也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 見 喔 對還有 就是我最近想要應徵45歲 我這個年紀的1978年分左右的男生 那可能工作場合上面也會有些限制 但是還是有點長髮的夢 那我可以演繹一個 你可以在家庭可以在你的職場 還有你的朋友之間 感覺到你這樣的長度是帥氣的 不會讓大家覺得奇異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的話 可以在027的官網下面 報名 那我們會做一個徵選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好